連最強劍兵都可以出一集 再輸最強運輸兵也可以 期待最強運輸隊Top10 開始之前首先我們先定義一下 什麼叫最強輸送隊 是這個輸送隊撞人痛 還是這個輸送隊能像宅集變一樣 快速有效的完成任務 是說輸送隊的攻擊是不是要拿糧草去K人 我們先不考慮99%的情況 不會真的用輸送隊去打人 我們就假設真的有緊急情況 可能要戰略性撤退後面有追兵 空有士兵沒有兵裝 又不能出走得慢的劍兵 需要一隊腿長能打帶跑的部隊 這個時候可以出上一集 劍兵最強Top10上榜的武將 驅逐突襲或是上集沒講到的 盾走威風攻心對輸送隊都有效 都會是不錯的選擇 比方說如果出一隊突襲6萬滿兵的輸送隊 就有機會無損撞個別人2-300左右 比較要注意的小細節是 別被這個攻擊數直騙了 輸送隊的攻擊力統率影響更大 拿蚊羊和周瑜來比 他兩個統低5高一個統高5低 周瑜不管是輸出還是扛傷表現都明顯更好 也就是說如果情況允許 輸送隊隊長讓統率高的人當會更好 以上是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點 撞人痛的部分就如前面說的 排下去應該會跟劍兵高度重疊 所以這集我們來聚焦在物流使命必打的部分 反正攻防能力都差不多爛 這集直接用特技來排 第8名強行 強行不會增加輸送部隊的移動速度 第8名踏破 初期還沒有選難所行軍的時候 兵不夠多不要走山路 免得變山道盤子 比方說間隔到漢中這條 兵太少的這支輸送隊會全部摔死 這時候踏破就很棒 讓你的士兵每個都變成高級登山家 絕不狡猾 第7名租城 輸送隊也可以蓋東西 以一位80左右政治的武將來講 只要帶超過5萬兵 一回合能修補的耐久值就會超過400 達到一般5,000、8,000部隊的建設能力 建樓兩回合蓋得起來 石牆也可以瞬間蓋起來 建築加倍效果對輸送隊也有效 也就是說 築城輸送隊完成天降建樓不是問題 我個人實戰偶爾也會這樣帶 第6名奏樂 車上放舒服音樂 讓士兵唱歌放鬆 是成績間長途旅行的必備 包你的士兵上車一條蟲 下車一條龍 第5名思想 抒情的不夠聽 可以聽搖滾重金屬 讓士兵瞬間亢奮嗨起來 第4名操舵 雖然強行對輸送隊沒效 但操舵有效喔 第3名搬運 搬運輸送隊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就不多說 只補充一下 搬運加操舵效果可以疊加喔 第1名第2名 頓走推進 除了輸送隊加速 能無視ZOC的頓走推進 在場上自由奔馳不會被建物部隊卡住也很重要 只是這個特技讓輸送隊帶真的是有點浪費 除非趕著跑路 不然應該不太會這樣出